一口不到地的韓文 推銷的是韓國蜂蜜番茄 近新聞追蹤發現 其實暗藏化學甜味劑 且游走法規灰色地帶 業者事後強調蜂蜜番茄是新商品 經海關衛福部審核通過同意進口 因商品本身沒有中文標籤 不清楚成分 也不只需特別標示 認為是源頭管控問題 有正義商品決定暫停販售 但這只是其中一家 上網一搜有賣的不止一家 違法番茄悄悄流竄台灣通路 但外界要問的是 混合了甜味劑的番茄 究竟還算生鮮蔬果嗎 農委會定調人士生鮮蔬果 並且強調台灣水果甜度 和三個關鍵影響因素 除了品種氣候等自然因素 台灣做法是控制肥料中 甲肥和美肥比例控制甜度 另外是水分調控 在肥料中混合化學甜味劑 血理和食物爭議都很大 台灣在種植過程沒這樣做 但接觸水果販售十年的業者說 台灣加載這個步驟 地方衛生局每年定期積茶一次 以雙倍來說 甜味劑驗的是動物實驗 可能致癌的糖精和過量 容易增加腎臟負擔的 緩起肌黃細胺酸 北市最近一次都合格 但過去曾驗出水梨 巴勒等違法 新北也有 按實案法第十八條 罰三萬到三百萬元 揭開蘇果甜的秘密 很多時候是業者沒說的秘密 今天新聞 林文幸林育哲參加島